第一次见他 穿着奇装衣服 拿着古怪的物件 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 轻松自在地表演 这看似是一种与他企业家的职业 和近六十岁的年龄 不相称的做法 他很怀旧 在他的收藏小木屋猎户人家中 默默陈列着见证中国东北过去 六十年变迁的各种年代符号 而其中大多是我没见过的 他游走于哈尔滨的地标街道 用自己的行为艺术 传承家乡传统文化 让更多人去了解这座城市 为了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他放弃了曾经很红火的餐饮事业 甚至散尽家财 很多人对他不解和嘲讽 他也常自嘲 我就是个精神病 但他依然雇我 甚至自己创办了多个地方节日 但这些节日很快无偿地转为政府主办 政府给了他一个旅游大使的称号 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说 由于政策原因 他赖以生存的四个契配店 都突然间同时被迫攀迁 难以为继 那一瞬间 感觉到他被巨大的落寞笼罩 他那些曾经的吟唱和表演 都更像是一首 关于理想主义的晚歌 杂 Nurse habl random別人 istas 散工 闹 藏 既 闹 闹 闹 宜 闹